明毛瑤宇晴和男朋友曾朗明拍拖已經超過十年了 明年更加會結婚 在戀愛路上陪伴他們的是一隻養了八年多九年的小狗 小狗的名字叫BB Micky形容BB很餵食的 小時候還試過因為餵食而嚇到他們 她最可怕的一次是吃了我化妝的一塊海綿 吃完之後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 吃完下去 等我們回來的時候她就在這裏發抖 整個體溫很高 燙手的 但又不知道她做什麼事 也不貴 因為舊支撐太小 令人發覺不到突然間少了舊 也找不到她吃了什麼 或是做了什麼事 所以拖了幾天 沒有拖了幾天就馬上看醫生 因為發高燒 但又不知道是什麼事 對 醫生也不知道她是什麼事 因為太突然了 照X-ray打退小針 誰知晚上她吐一塊東西出來 吐一塊東西的樣子就像流伏殼的樣子 那我拿去看看是什麼 咦 這是海綿 海綿的洞原本很密很細 是啊 但已經發得像頭髮髮 可能有些食材 之後就釣完水 對 差不多一個星期就住了醫院 撿回一條命都想 餵食的BB 除了偷吃海綿之外 還會找垃圾桶找東西吃 有吃魚生 因為那時嘗試過養魚 養魚長買一對魚回來養 怎知好不幸一晚就 掛了一條 掛了一條 正常都是丟到垃圾桶 不過 肉頭出現回家 咦 有人拆垃圾桶 有條魚剩下頭 只要找魚生吃 Micky說打算將來結婚的時候 會跟BB拍全家福 因為我之前還有一隻 以前曾經想過 如果我們結婚的時候 就兩個 一左一右 放著在這裡 一個大馬一個小馬 穿著禮服裝 一起拍一張 Family picture 那就是 很不幸 我大那隻就 病了 已經過世了 所以剩下他 我想也會一起拍一張 全家福 哈哈